我 我撑不下去了 起来吧 没那么严重 先起来吧 来 起来吧 没事吧 好 来 起来 来 先坐一会儿 看个伤的 走 来 先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要不 要不咱先弄点吃的 等吃饱了再说别的 好不好 最简单的家常菜 我不知道喝不喝你口味 来吧 来 尝尝尝尝尝 这菜味儿行不行 吃吧 刚才 有点失态了 好 话说得不太好听 别生气啊 我会的 不会的 我跟你说啊 先吃饱了 别打了 再考虑 吃饱之后会有一种幸福来的 吃吧 也就是现在 有人陪着 吃饱了 还有热糊糊的饭菜 我心里才会觉得 踏实了 那好吗 那就吃饭 吃完了饭咱们再想办了 好不好 那你这一不吃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窗没面 就我一个人吃 我真的不知道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根本就无法想象 如果我没有了公司 我以后还能去做什么 你真的不能再想想 这个时候 就没有一个人肯出来 帮你这个忙吗 不过倒是有一个人 红飞出国前 再三让我去找她 吵风了 我也去找过她一次 人家根本就不搭理我 我当时为了面族放下横画 结果现在 公司垮了 我自己成了这番模样 那些小伙子都来不及 那些小伙子都来不及 才去找一次啊 当年刘备请诸葛亮的时候 还三顾毛骨呢 你这才找一次哪儿到哪儿啊 你让我再用我的热脸 去贴她的冷屁股 我受不了 好 丁大小姐 你现在连死都不怕了 你还怕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你回来我哪儿睡得着啊 怎么又那么晚回来 你瞧瞧都几点了 这朋友这儿有点事啊 我帮个忙 男朋友啊 什么男朋友啊 什么男朋友啊 就是普通的朋友 妈爸我的是女朋友 你什么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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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热水气足 烧不着热水呢 妈 那个你把那叉销拔下来 你看一下 再拔下再安一下 你看那灯亮不亮 对上面有个按钮 咱们就按一下 亮了吧 行 那等明天再说 来 哥 爸 爸 儿子 要有女朋友 就告诉妈妈 让阿姨高兴高兴 好好好 吃饺子吃饭 吃饺子吃饺子 快吃饺子 快吃饺子 我以后把灯关了 这些是公司的经营资料 历年来的都在这儿了 这么多 你们看得完吗 看不完也得看 我上次请人家帮忙 什么准备工作都没做 人家当然不会帮我 我这次一定要打一个 有准备的仗 可是光这么看 能有用吗 我也知道 经营公司 不是光靠看资料就能会的 做生意 我可能的确是个门外汗 但是现在已经落到 这般田地了 我要是不是再去博一次 那恐怕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一想到 哪怕能得到一点机会 对我现在来说 都是赚的 我做什么都不觉得辛苦了 喂 我是丁欣如 陪我去街海岸山吧 啊 要我跟你去 有问题吗 好 没问题 那待会儿去 好嘞 就这么说 好好 哎 看来你今天是做了充分准备了嘛 你上次说的话 你上次说的话 我回去好好想了想 还是挺有道理的 现在公司已经这个样子了 如果我不去求人 那就是死无一条 如果我去求了 或许就有转机 就算实在不行 还能坏成什么样呢 大不了 关门大击 再实在不行啊 我可以像你一样 开出租车养活自己 关于开车方面 我可是挺炸 那你还不得 再买你车子光吗 我脾气有那么坏吗 你别说 今天 还好啊 当然 我最近 一直都在努力调整自己 我告诉自己 再试一次 尽全力拼了 就算我不能够打赌对方 至少我努力过了 至少我不会让自己 留下任何遗憾 好 笑什么 我觉得你和以前 是不一样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自己相信自己 自己相信自己 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出来 好 好 好 都怎么做事的 好 那你去处理吧 我这块打车过去 对不起先生 我现在不走车 这牌子明明 反正是空车牌 怎么不走车 哦 哦 我在等人呢 你车况是营业状态 我上车 你就得替我服务 实在 那我投诉你吧 北京修路 好 显然 这些事实在是不好意思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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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 呦 你心脏不好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先生先生 来来来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来 怎么样 有案吗 咱们上去医院要不 好点吗 去医院看一下吧 你脸色很难看的 北京修 好 你说好了 海外 好像是吗 那陈远海 怎么会去医院 咱们来 你这就和我这些张 监督一样的 我会去医院 我第一支架 你不是跟你养吗 包装吗 特别这支架 快点了 快点了 時我过去就去哪里 你 你怎麼樣 你這是到哪兒 你好點兒沒有 我問你這是到哪兒路啊 去醫院 到醫院你瘋了你 不是先生你這臉色太難看了 我跟你說前面不遠就有個醫院 咱們到那兒去要檢查一下 要沒事兒咱們接著往前走 要有事兒咱們就趕快治療 你怎麼那麼愛關心事兒呢 你放心 你放心先生這段不要錢 你要不再不去北京去了 我投資了 先生我跟你說 你等完了事兒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何兆海 徵兆的兆大海的海 你看看著你也是個成功人士 這掙錢有掙不完的錢 但是身體是第一的 咱們到那兒去 只要是說沒事兒咱馬上走 好 喂 你去哪兒了 你不說好在這兒等我的嗎 我送給客人 到醫院再犯心當病 到那兒之後我馬上回去接你 好 那行吧 咱們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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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功夫连雷锋都当过了 效率只够高的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这是谁的包啊 这是那个仙女 让她光顾地送她上医院 包往上 下班上上医院把她送下 现在送你去公司吧 好吧 那个 护士 你好 我打听点事 白天我送一个老先生来看病 你知道他住哪个房间吗 这白天来来回回这么多人 你说的是哪个呀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啊 那我帮不了你了 不是 我有急事 我把他送那个 救他 他 对对对 就是他 你说宅远山 宅先生啊 他是宅远山啊 这么有名的 救了这大航女布料啊 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叫宅远山啊 宅远山 医生说了您要好好休息 这么晚了您又赶到工作 这 那个那个 那个出租车公司 有没有打电话来 还没有消息 我明天再去问问 明天 明天这合约就要签了 明天 这个 所有重要资料都在那个包里 尤其是那份计划修改书 又为了保密 连电脑流荡都没有 我现在担心的是 就是那合作细节外泄 是 我也知道 这份计划修改书 今晚再改一份出来 可您这身体 再改一份 喂 您好 什么 是吗 好好好 好 谢谢您 先生 包找到了 梁四川 刘先生 您好 好 身体没事吧 我们这个爱管其实师父啊 咱们又见面了 我没事 我没事 我要不爱管钱事 这包就回不来了 这说明咱俩有缘分啊 快看给他切什么 这个桌上就这份文件了啊 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啊 坐坐坐 其实用我们行业一句行话是吧 这就应该的 就算你应该的呢 我也得谢谢你啊 所有 这两万块 收下 詹先生 这不行 詹先生 物归原主是应该的 这不行 不行 詹先生 您放 绝对不行 詹先生 小意思 不不 詹先生 你不用谢我 您听我说詹先生 绝对不行 真的 要不 我 我能说一个请求吗 是吧 詹先生 其实不是我的事 是我朋友的事 是这样的 那个您是个大人物 平时想见您的人太多了 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今天有这么个特殊的机会 我就想为我的朋友呢 在您面前争取一个机会 你朋友 朋友是谁 他是中天集团的继承人 叫丁心如 你跟丁心如是朋友 对 好像 对 谁听说这个事都在打个问号 我一个开粗都的 怎么会跟这么一个堂堂大企业的千金成朋友 是吧 事实就是这样 一个很奇特的事实 帮忙啊 是这样 那个 詹先生 我不懂做生意的事情 我也知道 你们之间 都有你们的规矩 我只是这样说一下 然后 至于说最后帮不帮 那还已经说了算 明天十点钟 三五十点我请你喝茶啊 好吧 喝茶就算了吧 没有 没有 你啊 我可不这样欠你人情啊 行 但是明天中午 好 好 我答应 好 那 我密疏会跟你联系 好的 好吗 詹先生 再见了 来来来 谢谢 再见 好 好 中天收购的事 不是板上钉钉的吗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出了点状况 恐怕收购不了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 别老看 崔先生 您请我到这儿来 我真是没想到 您喝茶这个环境 太有品味了 我这生意越做越大 可是属于自个人时间呢 就越来越少 能够像这样子 喝茶听听音乐 都让我有一种 另外一种满足感呢 崔先生 您说的是一种心情 其实 我觉得作为您 可能 给一个人一个机会 或者说 给一个曾经辉煌过的企业 一个机会 让它再度辉煌起来 这种可能满足感更强 喝茶 喝茶 我是今天来喝茶的 不是来替你当说客的 好茶 对不起 这 我接个电话 喂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展远山已经答应 注资我们公司 并且要跟中天 展开全面的合作 真的 太好了 你怎么把这么一个 商业大德给说通了 你先别急着夸我 这事我还觉得挺奇怪的 到现在为止 我就没有再见过他本人 我也不然为什么 他就突然间改变主意了 也许人家有人家的考虑吧 也许人觉得跟你们中天合作 会有价值吗 现在那最难的坎过去了 下面就看你的了 一定得坚持啊 可不是吗 我这几天的心情啊 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不管怎么说 都值得好好庆祝一下 我呢 要好好地谢谢你 因为在最难的时候 是你帮我一起挺的过来 好了好了 那个我现在有事不说了 回去再说 至于商业大和 展先生 没想到 别以为我是趁国大德就行 怎么会呢 其实我是所以 愿意帮助中天 有几个理由 第一呢 中天 他还是个有家族的公司 第二 毕竟我跟巡主他父亲呢 我们两个 关系情同手足 第三 你的话触动了我 的确啊 这些年 我很少有那种成就感呢 钱的数字对我来讲的话 能只是一个 数字游戏啊 所以我很想再 重新体验一下那种 久违的 成就感 展先生 谢谢您 谢谢 你跟 秀主你们张什么关系啊 这个 说来话长 我们就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普通朋友能够在最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那才叫做真正的朋友啊 那也比不了您哪 雪中送炭了您这是 你会聊天啊 明天早上啊 十点我在中生集团等您啊 走 这份合约呢 这份合约呢 最后你一定要在场 如果你不在场的话 这份合约 不生效 我 为难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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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 这是一份附加合同 列入很简单就是 聘用何绕海先生的工作合同 只要你愿意到我公司来工作 我将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组织总结 等等 翟先生 这 你们之间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呢 我这份做事 是由我自己的眼光 你是我看懂的人 我要你来为我做事 我能做什么 你什么都能做 尤其是 你通过我的面试 不 翟先生你 你把我弄糊涂了吧 什么时候面试过啊 从你偶然的仗义相救 当你帮我颠覆医药费啊 还把包包给送回来 再到一肯为朋友出头 这一切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不是 翟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要说对不对口 这是问题啊 关键是 我觉得在人的一生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机会啊 等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就得把握住 否则 就几乎我再冲凶你能不能 今天告诉我说啊 谨慎是好事 犹豫 坏事 但我确实不知道 我能在你那做什么 而且 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过日了 跟着我 我会让你过得更踏实啊 我会让你好好闯荡一番 然后让你觉得这辈子 没遗憾 怎么样 翟先生 说实话 您说的都是我心里想的 但是 那太突然了 真的 这个事来得太突然了 我是这样想 我一旦答应您了 我就得对您有所帮助 可是如果没帮助的话 那 你这样吧 你让我考虑考虑行了 我对你都有信心 你怎么对你自己都没信心啊 您放心 翟先生 我不是犹豫 我是谨慎 好 我给你时间 好好好 但别太犹豫太久啊 好 你放心 来 来 你个大头鬼了 我拉金瓜堂堂一个贵族后裔 上着一只恶手上了 我得让你闭嘴 我得把你的嘴巴 绑起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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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我远一点 和毛包吹到鼻子里 都出现了不好的 快 亲来 亲来 外婆 这龙身上没毛 您也一起来吧 可好玩了 您睡醒了 睡醒了 我就没睡总 哪来醒啊 亲家 这可不是你们老家 买的鸡呀呀呀乱跑 乱撒尿 这是城里 再说他这个叫声 我刚睡着一小会儿 就把我吵醒了 刚刚的 是呱呱的 对 是呱呱的叫 烦不烦人哪 再说也不卫生啊 您把它处理了好不好 姐夫 您说得那么轻巧 您把它处理了吧 我大老院把它带过来容易吗 您说处理就处理了 爸 我说 看奶奶 就这个事情 我要好好跟你聊聊 讨论讨论 别说说 不要讨论什么 不是 有人吗 你看 我说怎么就会来了吧 他来就来吧 你会来干吗 他 这不是明摆着吗 我说你投诉了 就会找上来了吧 奶奶 这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你别说我在 你自己处理 你自己处理你 你别说我在 快快快快 走 我们走 又又又又 快 我处理就我处理 来了来了 来了 奶奶 你就别开门了 就住你家里没人 你把饿到嘴巴绑起来 我这是在保护你啊 干吗呀 我怎么觉得 您有点处居委会的呀 你 你 你骂我谁呀 我 我处居委会 按你说的 我处居委会 我告诉你 在这小区里面 我一跺脚 这个地球正山症 我处他了 那你骂什么呀 怎么亏些事呢 冒不开了啊 奶奶 奶奶 外婆经常到居委会去告状呢 这不叫公子 这是投诉 投诉 这而且也不是什么亏性事 这是顾名的权益和责任 对吧 所以 你要看你看 我不在 我不在 您那好的亏 这小儿似的 您是军委会的刘主任吧 对 您是薇薇的奶奶吧 是 您快进 您请坐 快 外婆 这是在偷听啊 是 这 这不叫偷听 叫监听 知道吗 监听 监听不也是偷听吗 今天啊 我来您这儿呢 是为您家的鹅 您放心主任 这鹅 它的卫生问题 我保证给它弄干净了 你看 我 我大老远的 从老家把鹅带过来 不容易 是啊 喂喂奶奶 您是不容易 根本是在独自来上 十三点 这是居委会 又居委会 公主十二点 哪来到十三点呢 十二假一不就是十三吗 听着 别说话 我 喂喂上学的事啊 我放在心上 她外婆啊 为了喂喂落户的事呢 去派出错好几趟了 我告诉她 有我盯着呢 不过我就纳了梦呢 你说上个小学 她改什么心呢 改心 什么 什么 改心 这事我一点不知道啊 我还有事 我赶快走 奶奶回头见啊 怎么回事 问问改心的事 是什么个意思啊 这怎么了 是是什么改心啊 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别有妆 我拿出来了 那个厕所那个什么 你 你给我 你 你给我说清楚了 爸妈 你这样说什么 我听不懂 刘大妈告诉我 你这背后悄悄的在给 我又没感性呢 你说你 这个厕所能好 我都是 你别来 你别来 你给我说 你别假装听不见 你那假装收入室 你给我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嫂子 说什么呀 像犯人一样的 我告诉你奶奶 我已经刚才人了很久了 你 你别来劲好不好 我来劲 是我来劲 还是你来劲啊 来劲不是来劲 不要劲 你别跟我大差 你别跟我大差 你 要不是 要不是人家刘大妈今天来 我还 我还蒙在鼓里头 感激你是在背后 背后使坏呢 搞阴谋诡计 你说什么 我搞阴谋诡计 对 我搞阴谋诡计 我们这种 大户人家出来的人 都因为做血统的 搞阴谋诡计 我告诉你 我他那儿就站在这儿 我找到正我 又又又又 你别自夸了 你还大户人家 你还站在正走得直 你别自夸了 你在那儿憋坏呢 你就没变什么好屁 别屁 屁 屁的 多脏啊 我就说 屁 屁 屁 我不跟你吵 吵架是最没素质的事情 你还 没素质的事你没少做 你在背后偷偷摸摸的使坏 你 跟你去哪有这个道理啊 哪有孙子姓姥姥加馅的 哪有 这你就奥特了 现在什么时代啊 新时代了 松心姥姥加 太正常了 有的是我告诉你 再说了 我是微微微读书呀 微微要在上海读书吧 那就得是上海国考 那 那我是上海人啊 你是上海人吗 对吧 那他就得跟我的姓 就得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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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啊 那 你那二女婿人中名 他拍着胸图说 微微上学的事情 他来办 从我儿子那儿 骗吃骗喝 骗走的钱也不少啊 没听他说要改什么信啊 你要改信是不是 行 我带孙子走 不是说不过 我 我的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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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还好好的 说病就病了 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病就病的 我的胸图 那 那 上医院 我打110 咱们上医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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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不要 我坐会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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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样 我坐会儿就好了 奶奶 我身体一直是这样子的 弱不禁风 弱痒 不像你这样 装得像头牛 吃得着睡得下的 我这个人 男的就是心重 心重就是怕受刺激 一受刺激我就反病 那先吃点药 您把药放哪儿了 我去给你再拿去 这没药 没药 我这是心病啊 心病药有心药医 医生说的 像我这样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腿扁一上 人就走掉了 别 别 别说那个 舒服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啊 奶奶啊 我这一辈子 亏就亏在每一个儿子 孩子 你现在还说那些干吗呀 儿子闺女不都一样吗 这怎么能一样的 不一样 如果一样 我就不会跟你这样 这个那个的啊 跟你搞什么东东的 如果那个 你就同情同情我吧 你看我这样 弱不尽头的样子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让微微信 行啊 你就同情同情我行啊 你怎么会这怎么 怎么话说的呢 张海你回来了 有人找 谁啊 你怎么来了 张海你看 你看这满头的汗 这 这怎么了这是 我现在去买饭 你要吃什么 我给你买回来啊 不了不用你去吧 我吃过了 那 那晚上呢 晚上一起吃饭 或者上我家去 我给你做好吃的 我 我晚上有事 有事啊 那那再说吧 再说再说 我先见了 去吧去吧 去吧 太可怕了 都是演给你看的 你不来的不这样 说说你 什么事值得你到这儿来找我 我来找你 一来呢是要感谢 二来是为了好奇心 我特别想知道 你究竟有什么样 三头六臂的法理 能让翟远山改变出 我还有什么本领啊 瞧你这话说的 我倒是觉得 翟远山这个人 跟别人不一样 他想法特别特别 你还得感谢人家 反正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劳苦功高 我要请你吃饭 当然也很可能 今天晚上 已经家人有约了 没有啊 没有 没问题 吃饭可以 但是有一点 不去那高党环境 不吃山椒咖喱 没问题 去我家 我煲汤给你喝 没问题 我现在 这不没事了 我打个卡咱们就走 好不好 好啊 对了 你还得去帮我换一下 我们家的灯泡 还有那个窗跟门的插销 都不太好使 这是找我吃饭吗 你这找一立功啊 我得要高兴 我请你吃饭还不行 以后我天天给你做饭 天天给你煲汤喝 你煲的汤能喝吗 爱喝不喝 等我一下 没事 喂 妈 赵海 葳葳老了 犯心脏病了 我得给她送医院去 我费准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